人生我刚才说的最大的痛苦 是心灵没有一个归宿 没有地方去 所以我们人没有目标 就像一个司机 没有目标的在开车 他永远不知道要开到哪里 不管他的车迹多高 不管他的汽油多满 他不知道这个路应该怎么走 他就会慢慢的迷失方向 我们人在人间生存 要懂得我们的方向 就是要解决每一天的烦恼 要懂得接受现实给我们的教育 要懂得怎么样用智慧 来克制内心的贪嗔痴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有智慧 智慧就是你消除烦恼的良药 所以菩提就是智慧 般若是大智慧 所以为什么佛经上讲 烦恼积菩提呀 因为有烦恼了 我们才有智慧去对治它 没有烦恼 我也没有智慧 所以看到烦恼不要怕 只要拥有智慧 我们就能够消除障碍 在人间过上一个 能够欣欣向荣的每一天 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